各位同學,現在呢,要跟大家示範做的就是香春醬 香春醬呢,在鄉下很多,就是自己家裡都有香春醬 然後吃素的人,他們喜歡做成香春醬 可以拌麵啊、拌飯啊等等 那我們先把這個香春葉呢 每一個香春葉把它摘成這樣 然後呢,切,你可以適當的這樣子 好,來,我們把燕麥 每一個燕麥呢,就拎出來 就拎出了它的燕麥 燕麥拎出來了之後呢,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切碎,然後呢,用沙拉油慢火 用沙拉油加熱以後呢,再把你切碎的這個 放進來 來 這樣對嗎 好,這樣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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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同學,我們現在呢,要做香春醬 那剛剛那個材料大家看到的 我們處理以後呢,我們把香春適當的切碎 然後呢,加油,油加熱 油加熱齁,加熱以後放進來 對,繼續切,切完 OK,這樣子呢,很簡單的調味,我們用一點鹽 只要用簡單的鹽,調味就可以了 只要用簡單的鹽,調味就可以了 好,那這個呢,就是我們簡單做出來的香春醬 好,來 好,來,這就是我們做出來的香春醬 好,來,這就是我們做出來的香春醬 就是,熱油以後呢,我們 事實上我們可以用一點胡椒啊,鹽啊 放進來做適當的調味 然後就把油熱了以後放下去適當調味 這樣就可以了 那今天我們的香春醬 示範到這邊做一個Ending 謝謝,掰掰